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乌俄战火至今都没有停歇的迹象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无奈地表示 虽然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 但他必须承认乌克兰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由于乌俄四轮会谈当中 俄罗斯的停火条件之一 就是包括了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 而泽伦斯基的谈话似乎是做出了让步 基辅公寓大楼冒出阵阵浓烟 被轰炸到陈县一片娇黑 面对国家已经遭到俄罗斯炮轰超过三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语重心长 再次提到俄国相当在意的北约议题 我们明白了,乌克兰不成员的美国 我们明白,我们正确实人 我们年轻时听了不过闭门 但已经听了,我们不回来 这就是真正的,我们必须承认 我愿意,让我们开始这解释 德伦斯基一上任后 为了保障乌克兰的安全 就急于加入北约 但现在承认乌克兰不会成员北约成员 做出重大让步 为第四轮无二谈判开启更多空间 或许也能让似乎陷入进退两难的 俄国总统普丁有台阶下 澳洲国防部长就认为 普丁到头来有可能会毁掉自己 德伦斯基也持续寻求国际支持 既美国参议院和英国国会后 也向加拿大国会发表视讯演说 演说结束后 加拿大国会议员全场起立鼓掌长达三分钟 德伦斯基希望加拿大能够将心比心 其派能设立禁航区来保护乌克兰的空域 德伦斯基接着将会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预估将会呼吁提供更多军事支援和设立禁航区 以及对俄国祭出更严厉制裁 美国则是持续力挺乌克兰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 要援助乌克兰高达136亿美元 拜登下周也将亲自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 与欧洲领袖商讨乌俄情势 让战争能够早日结束 欢迎去大家林总和报道 普丁野心勃勃 挥军乌克兰想将乌克兰重新纳入 俄国的影响范围内 改变欧洲的安全体系 却无意当中对全球造成五个关键性的影响 包括北约的复苏以及欧盟可能扩张等等 接着透过环宇新闻点 深入分析 乌尔战争关键性的五大影响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949年成立时 目标相当明确 就是重建被二战重创的欧洲 并且防止苏联侵略欧洲 苏联解体之后 北约缺乏存在目标 几乎名存实亡 法国总统马克宏2019年甚至直说 北约正在恼死 如今普丁攻打乌克兰 说是要阻止北约东扩 反而赋予了北约存在的意义 俄罗斯的侵略行动更让北约复活 也让欧盟决醒 乌尔开战之前 欧洲许多国家还抱持观望态度 对制裁没有达成共事 但普丁一下令出兵 一切都改变了 27国团结一致 对俄罗斯祭出严厉制裁 同时军援乌克兰 俄罗斯入侵也让乔治亚 摩尔多瓦等国出现危机感 跟上乌克兰的脚步 申请加入欧盟 乌尔战争撼动全球地缘政治 也改变德国跟瑞士 长久以来的政策 德国背负着二战的阴影 战后一直奉行偏重贸易 跟对话的和平外交传统 如今乌尔战争让德国惊醒 大幅提高国防预算 或者即将重返军事大国的地位 而瑞士在两次世界大战 都维持中立 这一回却实施欧盟 对俄国民众跟企业的所有制裁 并且冻结他们的资产 被认为打破过去中立的立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也曝露出欧洲能源的供给弱点 促使欧洲追求长期能源独立 如今德国停止批准 具有争议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欧盟在近期也将公布新的能源策略 减少对俄国能源的依赖 有可能长远地改变全球能源的格局 以上就是环宇新闻点 普丁挥军攻打乌克兰 让波兰深感唇亡齿寒 从提供军援到接收难民 挺乌克兰是不遗余力 不过目前已经至少有180万人 从乌克兰涌入了波兰 波兰城市开始难以附和 而同样也是乌克兰邻国的匈牙利 是欧盟当中最亲俄的国家 虽然出乎意料地支持欧盟祭出了制裁 但是也表示不会介入乌俄战争 同时也拒绝开放边境 让其他国家提供军援给乌克兰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 亲自出访受战火摧残的基辅 以行动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与关心 俄乌开战前波兰就曾军援乌克兰 俄罗斯出兵后 波兰也第一时间喊出要加重对俄制裁 提议提供战机让美国转交给乌军 更敞开双臂欢迎乌克兰难民 波兰人深知国家遭入侵的痛楚 尤其是俄罗斯的军事侵略 许多民众利用休假空档到车站当志工 替难民提供食物医疗等服务 让出逃的难民感受温暖 但战争爆发以来 已经有超过280万人逃离乌克兰 其中至少180万人逃到了波兰 各大城市开始不堪负荷 向联合国和欧盟求助 波兰挺污不遗余力 反观同样为邻国的匈牙利 一下子谴责俄罗斯支持欧盟寄出制裁 一下子又表态不干涉乌俄战争 不提供乌克兰军援 也不让其他国家透过匈牙利边界运送武器给乌克兰 匈牙利反对党领袖批评总理奥班和俄国太亲近 呼吁必须与欧盟其他国家团结 对抗俄罗斯的侵略行径 欢迎询问刘敏轩综合报导 日本东京浅草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其中有一条充满昭和时代风情的商店街 却因为违法占用道路面临要被拆除的命运 我们来自日本的报导 穿上和服与知名地标雷门拍照 走进餐到商店街买个小吃 电电味或是搭人力车体验大正时代风情 这是日本知名观光地浅草 但游客记忆里的风景恐怕出现变化 来到浅草 许多游客必逛必买的都在这条船法院通上面 那么在我旁边这一排充满复古味十足的店家 已经在这边超过40年以上的时间了 但是现在却被当地政府以违法占据道路为由 要求强制拆除 这一排船法院通商店街就位在浅草寺围墙外 仅邻知名的重建市通商店街 其中部分店铺从二战时代就在原地露天摆摊 1970年代当地台东区公所重新规划 市容后改建并口头承诺店家可以无偿使用 没想到时隔40年却突然遭到区公所 以违反道路法为由要求拆迁 去年底区医会通过决议 并在今年1月17日正式向东京地院提告 ここの建物を建てた時にその当時の役員さんが 区長さんに時代をまた払いますよという話をしたんですけども 区長さんがここはい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時代は今払ってないんです 32店舗あ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建物が1日や2日でできるような建物じゃないんで もし違法ならばすぐ飛んできて その工事とかそういうのを一切やめさせるはずじゃないですか 店家無奈指着地上焊接的痕跡 还有登記住址 確實報税等来解釋正当性 只是当年并没有留下相关資料 加上占用道路是事实 就連周边店家都低调表示 没付租金却長期占用作生意 確實不合理 不过对游客来说 这些店家早已成为当地風景的一部分 例えば着物とか あといろんな日本の食べ物とか そういうのをこういう ちょっと歩いてて気になるなって 分かるので そういうものがあるといいのかなと思ったので ここにずっとお店を構えている人たちは すぐは納得はいかないと思うので 区からのきちんとした説明が 必要な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 各方意見没有交集 最後只能走上法律途径 看来这充满时代感的商店街 迟早得面对拆除的命運 既需要掌握全球疫情的最新发展 累计确诊来到4億6千多万例 有超过607万人不幸染疫身亡 防疫模范生紐西兰 16号表示5月份开始 包括台湾在内 只要与纽国有免签协议国家的旅客 都可以入境 而且入境之后不用隔离 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 16号新增3例本土感染87例今晚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境疫情方面 中国疫情稍不停 当日新增1952例 疫情居高不下 本土新增1860例 目前超过27个省市的疫情延烧 让中国实施的清零政策备受考验 日本新增超过5万例 疫情曲线微幅上升 日媒报道 东京当局谈到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时表示 已向中央政府表达可如其解除重点措施 南韩新增突破40万例 疫情曲线持续上升 当局表示15号起快筛阳性 就算确诊也不用做PCR检测 另外若是新增入院治疗 也不再进入负压隔离病房 印度新增2500多例 第三波新冠疫情逐渐退温 全国康复率进一步提高近99% 越南新增超过17万例 曲线持续下探 有媒体报道 越南民众表示 疫情期间受到防疫措施影响 无法正常上班 收入因而减少 此外还得购买防疫用品 而现在物价又变贵 让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一年新增14000多例 疫情曲线稍稍上升 不过全国康复率来到91.6% 当局表示 全国已过疫情高峰 美国新增25000多例 死亡累计接近100万人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宣布 将就葬礼费用部分 补助超过30万个 有染疫死亡患者的家庭 法国新增超过11万例 疫情曲线飙升 有外媒表示 因Omicron亚变种B2的出现 当地疫情有回温趋势 然而尽管如此 当局指出 由于高疫苗失蹈覆盖率 及医院压力下降 依然决定维持解禁时程 德国新增超过22万例 疫情曲线上升 当地也出现 亚变种B2疫情 由澳洲流行病学家表示 B2的传染性比原始变体高40% 英国新增52000多例 疫情也有回温趋势 目前亚变种B2 成为当地主要感染源 英国卫生当局对外媒表示 他们会密切注意 变体发展状况 欧洲理事会在15号晚间宣布 开除俄罗斯的会集 这是欧洲理事会史上 第一次逐出成员国 这也代表俄罗斯未来 不能再诉诸欧洲人权法院 看着荧幕上的投票结果 议员们全体起立鼓掌 欧洲理事会召开的国会议员大会 以216票同意 0票反对 3票弃全下 一致认为俄罗斯不能留在组织当中 欧洲理事会将开除俄国汇集资格 欧洲理事会主席克斯表示 这是欧洲理事会史上第一次将成员国逐出 意味着俄罗斯不再能诉诸欧洲人权法院 克斯强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不可接受的 呼吁俄国立刻结束战争 虽然在表决结果公布之前 俄罗斯已经先表示将自行退出 另外俄罗斯外交部更在时候就已经发表声明 宣布不再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 因为欧盟以及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不以友善 不过随着表决通过 也显示欧洲理事会对人权的重视 欢迎新闻 孙云林综合报道 乌克兰军方在15号发布了一段影片 显示他们的部队是以多管火箭炮猛烈轰击俄国敌军 而且在25秒之内就发射了40发 场面非常的震撼 你来我往的炮火 已经造成乌克兰境内损失惨重 炮火连发长达25秒 这是乌克兰军方在15号发布的影片 展现多管火箭炮对着敌军连发40级 还表示炮弹都落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被解读为是当前乌俄双方 在基辅外围攻防站的景象 镜头转到哈尔科夫 街道上布满残骸 民众被搀扶想坐下来休息 但天空中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听见飞弹再次击落的声响 四周民众都已经被练出反射性动作 赶紧跑开寻求遮蔽物 从开战以来 乌国境内许多地方早已残破不堪 连行人在街上漫步都能够遇到飞弹急落在眼前 迟迟等不到他国部队救援的乌克兰自然要自己拉自己一把 对于俄军的火力猛攻也只能回忆炮击 被迫用更多的战火保卫家园 欢迎新闻刘青文综合报道 而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持续的呼吁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武器 因为他已经深刻理解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 因此只希望北约能够提供乌克兰安全保证 另外美国白宫也宣布 总统拜登下周将亲自前往布鲁塞尔来出席北约峰会 至于会不会和泽伦斯基见面目前还没有定论 在战火之中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第四轮会谈 一名乌克兰高阶官员表示要终结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的谈判非常艰难 不过无疑有妥协的空间 另外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罗利亚科发推文 称双方存在基本矛盾 因此目前要对谈判下任何结论还为时过早 不过为了守护自己的国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不断向西方国家喊话 乌克兰当局表示乌俄战士已经来到十字路口 可能在谈判时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也可能迎来俄国新一波攻势 因此泽伦斯基透过视讯告诉在伦敦参加会议的远征军联合部队领导人 希望他们可以提供更多武器协助乌克兰抵抗俄军 并表示已经深刻理解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 随着乌俄战火持续白宫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将亲自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 至于是否会和泽伦斯基会晤或前往波兰与难民见面 杀其没有正面答复 这表示行程还在规划当中 拜登出访的目标是亲自与欧洲同僚面对面会晤 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情势 欢迎新闻孙颖玲综合报道 国际监队俄罗斯实施制裁 但俄罗斯咬紧牙关就是不停战 对此欧美各国也加大力道 欧盟批准第四波制裁将要打击俄罗斯能源钢铁军工产业 另外英国则对俄国货品要加征关税 并禁止奢侈品出口同时公布新一轮的制裁名单 还有美国要对与俄国结盟的白俄罗斯总统 祭出制裁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 当然俄罗斯也很不满遭到制裁 也宣布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 13名部会首长禁止进入俄罗斯 欧盟正式批准第四波对俄罗斯的制裁 其中包括禁止对俄罗斯能源产业进行投资 禁止奢侈品的出口 以及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钢铁产品 另外英国也对钢品到福特加酒等 一系列进口俄国货品加征35%的关税 并禁止奢侈品出口到俄罗斯 同时宣布新一轮制裁名单 打击更多普丁政权相关人士 美国也宣布对在乌克兰战争中 与俄罗斯结盟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和他的妻子实施新制裁 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和利益将被冻结 同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交谊 但遭单方面制裁的俄罗斯似乎不甘心 宣布将对美国实施反制裁 15号起禁止美国总统拜登 国务卿布林肯 国防部长奥斯汀 以及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等 13名部会首长入境俄罗斯 环宇新闻全境综合报道 目前普丁依旧是权力在握 甚至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击 因此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宣布 15号晚间开始要实施35小时的宵禁 这两天绝对是关键时刻 此外又传出有两名美国福斯新闻记者 遇到袭击不幸身亡的消息 现在国际各国纷纷声援乌克兰 波兰捷克与斯诺维尼亚的总理 更不怕战火猛烈 要亲自前往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 以行动力挺乌克兰 波兰捷克和斯诺维尼亚的总理 不怕战火前往基辅访问力挺乌克兰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首次有外国领导人现身乌克兰首都 这象征迄今为止 乌克兰抵御入侵者取得的一大成功 三国领袖也强调 迎尽快邀乌克兰进入欧盟 乌军也在传捷报 国民卫队亚素营在东南部港口城市马利波 不仅击溃俄军特种部队 还将一名少将给击毙 这已经是俄军第四名阵亡的少将 不过又传出有阵地记者不幸身亡事件 美国福斯新闻的摄影记者扎克塞夫斯基 与新闻制作人库夫·西诺瓦 遭公司证实 在乌克兰采访俄罗斯入侵的新闻时 不幸遇袭丧生 在他们遇害消息传出前 乌克兰国会的人权首长才表示 自俄军入侵至今 已经有三名新闻人员丧生 另外有30多人受伤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 有一名编辑人员 他闯进了正在直播新闻的摄影棚 而且他还手持标语高呼反战 随即是遭到了逮捕 最新消息是 俄国法院判他藐视抗议法罪名成立 罚他3万卢布 大约是新台币 7890元 之后就将他释放 不过现在外界更担心的是 他可能会再被依散布 关于俄罗斯军队的假新闻 这一项新法令被起诉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恐怕会面临最重15年的刑期 闯入正在直播新闻的摄影棚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 一名编辑高举写着 不要战争停止战争的标语 呼吁大家不要相信俄罗斯官方的说辞 不过女编辑随即遭到逮捕 出庭受审 俄国法院15号判他藐视抗议法罪名成立 罚他三万卢布 大约新台币7890元后将他释放 我想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朋友们和朋友们 这是我的生命很难的日子 因为我经历了两天无睡 多了14分钟 我没有接触到我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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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入侵乌克兰八天后 公布一项新法 将诋毁俄罗斯军队的言论 定义为违法行为 并禁止传播假新闻 这项法令的最高刑期是15年 因此外界也担心 奥斯亚尼可娃可能会被起诉 不过奥斯亚尼可娃在法庭上不认罪 并称他坚信俄罗斯正在犯罪 这是我的自己的逮捕 如果我自己的逮捕 我自己的逮捕 因为我不喜欢 我自己的朋友 我自己的亲戚 事后台电追查停电原因 发现是松鼠误触设备 其实昨天高雄宴朝也停电 当时就说和小动物有关 让国民党质疑 真的有这么刚好吗 再度开记者会 呛绿营的理由很瞎 苏贞昌缺电耍流氓 瞄准停电议题 蓝营再开呛 要行政院长苏贞昌 别再用口水站转移电力问题焦点 因为继高雄宴朝后 基隆八千多户也停电了 这次凶手是松鼠 只要停电就是拿小松鼠 拿这些小动物来开脱 原来台湾不是缺电 是因为我们的生态保育 做得太好了 生态保育做得很好 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吗 为什么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的电力设备维护的都不错 几乎很少发生 接连两次停电都跟小动物有关 蓝营质疑真的有这么刚好吗 前一天经济部长王美花 为高雄停电缓夹 乡下的松鼠和蛇 还有猴子都会造成停电 没想到居然预言成功 让蓝营再度开炮 政府如果只会跟一般的百姓 一起感到遗憾说 这个不能怎样的话 那我们这个政府存在的目的 就没有了 没有最扯只有更扯 越来越扯 这个理由我都觉得 都可以出一本百科全书了 大停电跟小停电 它所造成的因素 我们必须把它了解清楚 不是只是为了政治口水 然后以偏概全 在野党可以做的是 应该好好的回到执行台上 用数据把整个台湾的 电力供应的状况 讨论清楚 蓝营炮火猛烈绿 因立为还家 但不止王美花狂被酸 台电过去贴文也被网友翻出自打脸 2016年 可爱漫画图说明 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烧焦的原因 是因为两只脚都站在同一条线上 但六年后烧焦的小鸟却变成造成停电的理由 让民众忍不住想问到底是鸟还是台电变笨了 欢迎新闻李渭林嘉倩台北报道 再来进一步探讨 台湾各地最近频频出现停电跳电事件 从鸟集到松鼠雾畜 甚至是偷电各种情况理由都有 不过我们的蔡政府就是坚持台湾不缺电 这样的说法也被台塑总裁王文渊戳破 民间各界也呼吁要调整能源政策 为什么政府却是不为所动呢 政治理想真的比稳定供电来得重要吗 带您来看我们这么说newstalk 有无数的小停电小跳电 那政府的理由是越变越扯 之前有说有鸟碰到啦 松鼠碰到啦 甚至还有工人去捡机场的电缆啊 一个通电的电缆你拿油压锯去捡 然后那两个人还没有事情 而且交通部的说法 他说这个人是深夜的时候去偷捡的 可是当天的停电却是晚上7点停的 这难道发生了超时空的事件吗 我是觉得说政府在编造这些理由的时候 你们可以编的用心一点 台电碰到一个情形就是 因为刚刚不是提到供电紧绷吗 所以他真正可以用来做维护保养的时间 对于每一个数倍电设备 可以真正用来做维护保养的时间 其实不够 因为他要让他尽快上线 可以去供电 这样子才不会又发生停电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子的缺点 这样子的后移症是什么 你的数倍电设备 来不及做完整保养 你就叫他上线 那当然出现故障的机率就会比较高 但是狗废火车这么多年 我相信王文渊董事长大概也 可能有点心灰意冷吧 因为从他们透露出来的讯息 其实他并不是反对秘书长的意见 他只是说你现在讲这个有什么用 我们就是缺电 所以其实两个人的意见不合 只是在于这个新闻稿的发布 但是对于缺电这个问题 是双方都是同意的 王文渊总裁他们自己有电厂 他们自己电厂承受的压力 可能比我们业界来的更深刻 他一定有特殊的了解 我们对于政府承诺的 我们也愿意相信政府 希望政府能做到 我们最近平民情验 都是电网任性的问题 我们是认为 都是应该改善 应该可以改善的 如果他不是因为有一个 非核家园的省主牌在那一边 他为什么要在现在就要放弃核电 而且你看 这个2018年的这个 乙和氧绿公投 已经把2025的这个期限 已经都把它拿掉了 所以今天如果他愿意放弃 他放弃他的政治的诉求 也就是非核家园的政治诉求 他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就是因为他坚持他的非核家园 然后他把赌注全部压在再生能力 那问题大家都知道 再生能力就是有供电不稳的这个状态吗 天然气发电的配比在50% 我们也认为这是很不可靠的一个 一个原料发电 那这一部分也应该重新检讨 各国天然气也都在减少使用 而天然气虽然比煤炭好 但是也是碳排放的一个来源 我们部长说比其他的国家好 我是不知道它是哪些国家 但是比台湾10年前是差很多了 台湾10年前没有发生过这么平凡的缺电 而且电的维修都会事先靠时 现在都没有 台北捷运新普站电扶梯无预警下滑 让30多名乘客摔倒 事发第五天 北捷不止慢半拍出面说明 针对各项公安问题也都还没有厘清 议员痛皮真的很不应该 北捷新普站 量进30人惨摔的电扶梯 目前仍然是暂停运作中的 不过北捷事发多天后 才开记者会说明 内容也有诸多疑云 北捷15号售出事发前后机组零件 指出是齿轮箱的外齿盘轴位移 导致电扶梯下滑 但怎么会一连两道刹车都失灵 北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平常只是看刹车还是会撤 它的自动也没有正常 或被停机 越检的项目是没有所谓的刹车距离的检查 是否没侦测到护照讯号 还要等厂商厘清 只是北捷砸大前保养 乘客安全依旧没有保障 它看不到 等一下大家去拍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看不到 所以我们只能不可能把它吊起来 吊起来费用还有时间是非常长的 会影响旅客 所以我们这部分一定是用功能来验证 他们根本完全无法掌握 现在目前这个施数手不听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反而只能依赖厂商委外厂商给的这些报告 来做分析 每个月我们还必须要花上千万的这个 维护委管费用给这委外厂商 但我们只是花钱做个例行公事吗 事发至今从五天北捷终于出面道歉说明 但要揪出吹哨者惩处引发争议 出了大包却只推给副总党炮火 董事长兼柯文哲好友李文宗人在哪里 这就是你李文宗动作的管理态度吗 柯文哲市长用人的态度就是这样 只要是他的亲信就什么都没有关系 我也要求他们说 针对这个事件还要做个检讨报告 进市长市会议报告 这个以后他们会改进来 被捷电扶梯失速让公安问题浮上台面 但一场吃了四天才开的记者会 不赶快解决问题 却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不仅无法让民众心安 只怕留下更多问号 黄文新闻 叶秉杰 廖品君英台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遭爆料 说跟十多名中国企业高层餐序 花了将近五万元 连名单也曝光 柯文哲面对议员连日爆料是不忍了 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 要议员不要把中企当匪谍 话锋一转也把炮口对准蔡政府 大问缺电定义到底是什么 很算政府拿松鼠鸟类酿停电当借口 只会让人看笑话 直接点名蔡政府踹供 全台各地停电消息不断 北市文山区一早1172户跳电 再加上松鼠鸟类咬断电缆 理由一箩筐 柯文哲也听不下去 什么鸟造成停电 拜托给你 那全台湾也不可能没有鸟 讲这些都没有用 够共够缺不找 建造都发下去了 跟我说没有电子 后面还有很多案子 这到底要怎么解决 电力不足 北市多企工程遭限电影响巨大 但让柯文哲更气得 是上个月密会中国企业高层 不愿提供与会名单 遭议员痛批 偷鸡摸狗 柯文哲再反击 平常这些议员 非常强调什么个资 每天把个资挂在嘴上 那怎么奇怪 遇到大陆来的 个资就不重要了 在这次中国的出席名单里面 他完全要不到 连公司职称都要不到 甚至还要上层到市长市 说市长不同意 没有办法给我 那你不要为了打柯文哲 要模红他 那搞得吗 不然你就干脆说 大陆通通不准来台湾居住 不准来台湾投资 就好了 这不是规避监督吗 请问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还在说谎不打草稿 还在避重就轻 柯文哲也不忍了 沪光2月24号 跟十多名中企高层参会 花费近5万元 会议内容 除了关怀 还讨论台路器人士防疫指引 但议员一看 更火大 现在已经2022年了 要讨论防疫指引 会等到现在才讨论吗 你这样子叫大家 要怎么相信呢 中国大陆占台湾出口 总额的43% 我们要再面对这个事实 你投审会都给他进来了 合法登记 然后再把他搞得跟毁碟一样 这很奇怪 特别开记者会说明 把争议摊在阳光下 毕竟柯文哲跟民众党 2022选战 甚至进军2024两岸关系 都是必考题 主动清除障碍 避免被抹红 成为对手攻击焦点 黄文哲 叶炳节奏品军台北报道 来关心疫情 今天国内有三例本土确诊 都在桃园 其中两人是米迪幼儿园群聚延伸个案 另外一例是就医裁检发现 他曾经到过先前群聚的联邦银行建行分行 指挥中心说该案病毒量低 研判是旧案 社区感染风险不大 今天有两个妇女国小居隔起满 裁检是阳性 再度跟嘉玲说 拜拜 16日全台本土只有三例 全都在桃园 米迪幼儿园群聚延伸出 妇林国小两个学童确诊 但都是居隔起满 裁检因转阳 加上CT值都超过25病毒量低 研判社区风险不高 而另外一名则是70多岁女性个案 另外有一件事入院裁检 那CT值比较高 那N盘底是阳性 那它原来的这个接触者 也是裁检为 这个原来是阳性后来转为阴性 那因此判断 这个风险也是比较低的 这名确诊个案CT值超过30 同样病毒量极低 被指挥中心判定为旧案 不过社区出现不明感染源 陶师傅疫调仍然不能松懈 目前依循他去过 曾经爆发群聚的联邦银行 渐行分航这个足迹 循现追溯感染源头 疫情已经收敛 但是疫苗的覆盖率 我们仍然要加紧努力 27期结束以后 那也会针对长者 在安排专案接种 以及在这个全联 加勒服购物中心 然后公司 来设置随道随打站 虽然16日三个个案 社区风险都不大 不过市长郑文灿不敢掉银 轻心努力催打疫苗 游击冲刺65岁以上 长者施打率 除了中央500元礼券 还在加码送200元礼券和一包米 甚至来回也有免费计程车可以搭 就是要守住疫情防线 防御新闻陈明燕 无名夜白云飞 桃源报道 再来关注 恶乌战争之后 台湾民众对美国是否会出兵台湾 信心是下降不少 外交部长吴钊燮今天回应 防卫靠自己也要构足必要武器 接下来美方还会有军售宣布 这已让国台办法言然朱凤莲相当不满 重炮回呛 外国反华势力叫嚣 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豪猪 只会向台湾进一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外交部长吴钊燮卦保证 美国会继续提供武器给台湾 因为恶务战争后 美国拒绝出兵协助乌克兰 让台湾民众对于台美关系的信息 快速下降 台美全方位伙伴关系坚弱磐石 稳健发展 外交部的说法 一向如此 那只是说 最近这些状况的演变 让我们觉得 这到底是官方的认知 还是民间的感受 质疑外交部始终强调的台美密切合作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 拿出数据表示 现在台湾有事 美国会出兵协防吗 认为会的台湾民众有42.7% 不会的有47.3% 美国是真心想支持台湾 民众认为是得有36.7% 认为不是真心想要支持的更多 有46.9% 而无开战以后 越来越多的民众理解到 美国只提供武器 却不会出兵 但这样已经让国台办 气得跳脚 一些外国的反华势力 成名以冷战的思维 打台湾牌叫嚣呢 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豪猪 是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 国台办怒呛 美国卖武器 让中国难以侵略 台湾只会走向灾难 但台湾不断增强武力 真能让中国不敢动手吗 意思就是说 把台湾到处都插板这个什么 飞弹 只要你敢来 我就一一把你轰击掉 那这个是一个战略的想象 我没有知道 战略可以有天马行空的去设想 战争就是一个很严重的 或者是一种 人命财产的损失 过去的这个战争的例子 没有一次有好结果了 台海开战 对双方都不会有好结果 只不过面对强敌赛旁 虎视丹丹 台湾想要自我防卫 只能不断购买军武靠拢美国 只是恐怖平衡是不是真和平 恐怕是一个问号 欢迎新闻 蔡宇智杨纸玉台北报导 俄罗斯人权团体最近还公布一项机密文件 声称是俄国联邦安全局的资料 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原本想在今年秋季之前接管台湾 好让他可以连任成功 外交部长吴钊燮说 不知道文件的真实性 但是不管中国何时入侵 台湾都会随时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 俄乌战争持续进行 然而此时却传出俄国有关于战争的机密文件外泄 里头竟然提到台湾 俄罗斯人权团体声称 近日得到俄国联邦安全局一份文件 内容写到习近平曾经考虑在今年秋季犯台 并在二十大之前接管台湾 好让自己可以连任国家主席 但看到俄乌战况之后而决定收手 内容相当震撼 但文件真实吸引人有待证实 这个文件我不确定 这个是不是事实 但是有关于我们国家安全的这个议题 我相信我们的国防部 以及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单位 都非常的密切关注 不管中国是不是要攻击我们 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攻击我们 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我觉得大陆 其实他到目前为止对台的政策 还是主张是和平统一 其实应该他的做法是内外都维持稳定 让二十大能能够顺利的召开 学者认为现在还看不到中国动武的迹象 但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提醒 习近平对台野心已经藏不住 要小心北京的新军国主义 破台独分裂势力 继续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那我们也不得不采取断燃措施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在今日喊话 希望中国可以从俄乌战争学到教训 若侵犯台湾 只会让邻国更团结 并且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军官员提出警训 加上美国与几个亚太国家都已经有军事合作的协约 美国防堵中国的动作 未来可能会慢慢升级 增加中国侵台的难度 降低台海冲突的几率 华业新闻张家宝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来关心产业焦点 长龙海运去年年底发了40个月年中奖金 限下好多上班族 今天董事会再加码 要在七八月份发放10个月奖金 平均每位员工可以在065万元 刚退休的资深轮机长都开玩笑说 老同事缴税缴到手软 法售会上气氛超级活络 因为长龙海运去年还捞2400亿 总经理社会权脱口而出 说自己晚上做梦都会笑 好康不思藏 要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员工 长龙海运超霸气排版 发放13亿元的酬劳 等于平均每位员工 可以赚进10个月的年中奖金 大约有65万这么多 我也很惊讶 当然如果能够领到这10个月 我替我们长龙的一些老同事感到高兴 知道我有很多同事 现在为了这真正的苦恼 缴税金 你去年如果有领到这个钱 曾担任过轮机长 拥有20年资历的退休员工 开玩笑说就连缴税金 也是种甜蜜负担 毕竟长龙海运 7年底才刚好洒40个月 天甲年中 现在又送上大礼包 但自己家欢乐 自己家愁 股东似乎笑不出来 因为16日股价 其孙子 长龙刚开盘上 超过2% 但好景不长 盘中重摔 打到跌停价 142.5元 中场收在143元 但明明董事会前一天 才刚宣布 美股配息24元 但股东似乎不领情 纷纷跳船 专家分析 跟减资6成很有关联 减资案对整个公司的营运 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 改选的时候 增加它的门槛 然后稀释 竞争者的股权 投资人会有那种 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 任人宰割的痛苦 减资以后 借由集中股权 拉抬股价 等于想争夺 长榮海运经营权的人马 都得付出更多金钱 随着长榮海运 营收表现 蒸蒸日上 经营权争议 也跟着浮出台面 欢迎收看 国宣传言 全民真人 台北参加报道 而鸿海今天在法朔会 公布财报 去年全年大赚 1393亿元 每股EPS达到10.05元 创14年新高 董事长刘洋伟更说 今年第一季 将是10年最好的表现 至于华硕去年EPS 也同样创新高 大赚将近6个股本 董事会决议 将配发312亿股息给股东 我们正面看待 今年的第一季 预计 季节性表现 将会是近10年来 最好的 乐观看待 2022年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给出景气春宴顺后 不止如此 去年一整年 财报缴出漂亮成绩单 EPS冲上10.05元 大赚一个股本 创下14年来进购 全年营收为新台币 5.994兆 创下历史新高 三绿三升 与2020年比较 营收成长12% 第四季营收新台币 1兆8898亿元 年对年减少6% 主要是2020年 新品延后到第四季上市 使得极其垫高所致 但仍为单季历史次高 连续第四年 全年营收突破5兆元 获利指标三绿三升 回升近三年高点 其中第四季营收1.89兆元 甚至计增34% 苹果光果然何时展亮 让主要代工厂红海扬眉吐气 刘洋伟预估消费智能产品 仍占营收主力宝座 也进一步揭示 2022六大经营主轴 看好云端网络和原件产品 发展动能 聚焦ICT获利极大化 半导体布局多元产能 也为电动车浪潮做准备 寻求既有车厂 以及新创车厂的加入 并协助客户 紧速量产 扩大规模 这是我们对客户 很重要的价值 并预计 在今年的鸿海科技日 再推出两款 全新的电动车 布置鸿海财宝风光 华硕售汇 协实卡及PC需求称望 获利三绿三升 2021年税后纯益 445.5亿EPS 占上60元大关 大赚近6个股本 俄罗斯大概是全球GDP 比重的2个percent 过去一年 也提前规划了相当多的 产品跟营运的一个策略 我们会对2022年 是有信心去达成一个 显著超越市场成长的 一个营收目标 华硕董事会也打算发放 近312亿元 现金股息换算每股 将配发42元台币 展望第一季 礼拼淡季不但全力冲刺 华语新闻 林文宇林嘉倩台北报道 现在本土疫情趋缓 大厦也把焦点放在台湾 何时解封 指挥官陈时中透露 目前国内已经泪清零了 3月17号是相当重要的观察点 本土的病例有三例 那境外移入的有87例 国内疫情稳定 16号新增三例 本土都在桃园 其中有两例和米迪幼儿园相关 都是居隔阴转羊 还有一例是联邦银行 践行分行群聚 不过它的CT值偏高39 研判这三例对社区应该都没有威胁 希望疫情就这么成为过去事 不要再来了 但陈时中也说完全清零不会是目标 不过至少现在疫情稳定可控 影响边境开放又见曙光 如果从检疫从现在10 然后75到3 尤其到3的话 已经接近这个开放了 所以我们乐观齐成 那我现在请观光局 包括在国外的行销部分 也都在加强中 业者满怀期待的 就是指挥官陈时中 日前提到的753措施 但前提是国门打开 势必伴随着疫情进来 在经济不想落后 全球之下如何取得平衡 陈时中点出防疫关键 除了在疫调 趋势已高之外 最亲密的居住在一起的 那时间就不要上班 在公司很快速的 在本来就有一个防疫的小组 了解大家的一个动向 那这个做得越好 放的脚步速度就可以加快来 除了个人的自主应变 非常重要 对于防疫的警觉性得提高 也要求各政府单位 疫调务必确实快速 在边境不得不开放的压力下 做好万全准备 防疫之战才能继续 守得漂亮 欢迎新闻江博伟 黄云竹台北报道 环宇全世界2.0 超高知识含金量 紧扣全球局势变动 提前掌握国际趋势 环宇看东亚 一流专家在线 挖掘东亚热点地提 全台唯一 中日韩正经分析 看见新东协 盘点东协 关键经济指标 研判企业部署策略 探索新南向无限上期 环宇新闻台 晚间九点战线 开启国际视野 强势登场